那么夫有一僧人来礼拜 这个时候有一个僧人来礼拜 他就讲方便 他的名字叫做方便 是西厨人 就是印度的人 那么方便远来 愿见我师传来的姨婆 就是他从印度过来 要见到达摩祖师的衣服 六子就拿出来给他看 在洗的衣服 然后六子就问他 说上人功和事业 所以在一代祖师的心目之中 也没有分背心 他称呼他 称呼上人 就是人是上人 上人 上人功和事业 你在做什么事 在完成在做什么 然后这个方便就回答 说善数 很会雕数 然后六子就很正胜 就是很慎重 就是很慎重正舍的 像他说 如是 数看 你数数看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他说善数 很会雕数 他说不然你雕看 好吗 这个时候 就是要他雕出佛性的状态出来 各位千选 假如说有人要我们雕出我们的佛性出来 我们怎么雕 怎么雕 我们佛老师有讲 你眼睛看着他 会吗 会吗 会不会 这样就雕好了 这个是佛文佛老师说的 所以你眼睛看着他 他看着你就雕好了 可是这个方便 往臭 全买乡 要怎么做 往臭 就是全个都忙忙 要是要怎么雕 好 所以 故事 经过几六天 这个 数旧真相 他现在去雕什么 雕六子的形象 这样懂意思吗 已经跟六子 他的原来的意思 已经不同了 他住在形象 善数是要叫他雕出佛性 他结果去标树 六子的形象 然后可高七寸 七寸 七寸 差不多我们一粮 这样 我们手掌 这样一个 一个手掌 从这边到这边 差不多七寸 七寸 这么高 然后取静奇妙 就是把六子的那一种形象 也雕得很神势 很神势 就同样 六子就笑了 笑诗笑语 如子之 树性不觉佛性 说你只会雕塑这些形象 无法雕塑我们佛性 不了解这个佛性 这样了解吗 那以后各位会不会 说你佛性拿来我看看 会不会 这个我们佛老师教的 他如果叫你说佛性拿来我看看 眼睛紧紧紧看就好了 会了吗 你直接看 就是了 文师菩萨 看到文师菩萨 表现在眼根 那么六子 失所谋方便点 就是安慰他 那个长辈的 才可以摸那个晚辈的那个头顶 我们晚辈的 不可以去摸那个长辈的头顶 那个没有礼貌 知道吗 所以 六子就摸那个方便的这个头顶 就是安慰他 就跟他讲 说有为人天的福田 说你你这个可以当 人道天道的福田 因为看到他以后 就会想行善 想行善 是不是 就是 能够生出那个福报出来 所以他就可以当 人道跟天道的福田 所以我们一见到 各位前前 我们一见到 人家在行善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 内心也是想去做 有没有 没有啊 有啊 不会很强烈 做的引导的事情 就是有那种那个意识在 所以我们了解 只要你看到他的做法 你想去笑话 那个呢 旧事已经在种善因 善因一定有善果 是不是好像那个田一样 一种的可以生苗花 这个花芽 然后可以成就 所以 假如说我们都是一直在看 那个修持人 修道的人 他在生活之中 都是很尽心的在生活 他很困苦 那也都是我们人天福田 就是我们在享乐 然后看到人家在受苦 又那么行善 这个我们就会惭愧 说 我们享受福报 还不知道感恩 各位在享受福报 有没有感恩啊 有啊 真的啊 都很理想 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吗 是哦 那更好 那么 湿乃鱼 依仇之 六族就用衣服来仇赦他 那么方便 取鱼 分为三 把这个三分做三分 一批呢 树像 就是那个 雕塑六族的那个形象 一个呢 自留 自己留着 一用呢 中国异地中 他就发誓呢 后得此一样 就是埋葬 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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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发誓呢 就讲 后得此一样 乃五次事啊 致此以此啊 重建啊 殿 卡斯拉这个衣来 替人 奥出来 那个时候 就是他要出生 就是要在凡尘呢 出生 然后要在这个地方呢 致此 要来 盖这个寺庙 然后来 度化众生 发愿 他发誓愿 什么时候 会去逢 他 替他 替他替他替他 不知道 所以他有 发那个冠 只要如果去逢 替他替他替他 他就要出生 在外面 所以他这个愿 也是一个善愿 那各位在生活之中 有没有发愿啊 发什么愿啊 希望贪较多钱 还是说希望自己啊 可以成佛以后 度化众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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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